小姨 找我啥事啊 晚上陪我去吃个饭啊 我不去 晚上我跟前台一起约会呢 房间我都定好了 什么 你要陪我认识几天就带人家去酒店 什么酒店呢 我订的开TV 哦 那也别去了 晚上陪我去相信 嗯 相信 你有病了 想我找神知识公司 不是小姨 傻姨呀 这么倒霉 跟你相亲 不想活了 你就说一声 我尽管你陪陪我去 哦 去去去去去 去 我肯定去啊 我要看看那园中长啥样 上辈子肯定去老德了 不 小姨咱都到了 进去啊 不 啥意思啊 有点紧张 紧张 小姨 谁都能说这话 唯独你不能说 什么意思啊 小姨呀 你是汉匪女友的典型代表 你是女权主义的代表 你是 兄弟抽烟来 嗯 不会 我妈不让 那喝点啊 嗯 不喝 我妈不让我在外面喝酒 不 小姨 这啥呀 这他妈不是妈老男吗 挺合我心意的 不 小姨 你现在都慌不择食了吗 啊 不至于啊 姐姐 你家要多少菜里啊 给不给都行 我不在乎那些东西 也对 我妈说了 四十大人女女更应该要菜里 嫁出去是不错的 我家过得也不容易 那你说啥那个人啊 哎 哎 大姨赔钱 大叔坐牢 冷静 让我来 你上嘴城一头下嘴城 像在中桌叫白菜似的 你上下一班你家就不容易 咋的你家是碰家我之后不容易的呀 跟我结婚 影响你家祖坟的货水宝地 影响你家三代穷鬼吃命啊 我妈说的对 四十大夫结婚的女人啊 都糟糕 糟糕是啥意思呢 跟年纪提前呗 就你别让他出来上去 哎哎哎哎哎 小姨 算了 算了 我们走